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走失的女孩 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在游行的假面队伍经过时 我看到了一副凄惨的景象 不过幸亏结果还好 没有铸成很大的不幸 圣卡罗广场上张灯结彩 飘舞着五颜六色的花袋 人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 在大街上在歌在舞 临时搭建的小亭子上 舞台上 踩车上都站满了人 这些人装扮成小丑 武士 厨师 或牧羊人的模样 踩车上旗帜高悬 一辆接一辆地经过广场 人们疯狂地叫喊着 打闹着 广场上一片混乱 当我们的马车驶进广场的时候 一辆华丽的踩车正经过我们的前面 那辆踩车非常漂亮 全身都用手工编制成的 薔薇花装饰着 车上站着十四五个绅士 化妆成法国的王公贵族 他们穿着闪光发亮的丝绸礼服 戴着新颖别致的胸章 各个英俊潇洒 光彩照人 他们一边唱着法兰西小曲 一边向观众们扔着糖果 人们高兴地硬喝着 就在这时 我们看见有一个小女孩 被人高高地举过头顶 小女孩大概四五岁 看上去很可怜 她简直像抽筋一样 两只小手在空中乱抓乱挠 哭个不停 那个人分开人群 走进绅士门乘坐的踩车 其中的一个绅士将绅子探了出来 那个人大声地对这位绅士说 请您帮帮这个孩子吧 他和他的母亲走散了 请您抱着他 他的母亲应该就在附近 那样 他就会看见这个孩子了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那个绅士伸手接住了这个孩子 绅士紧紧地抱着小女孩 小女孩还是不停地哭 大家停止了唱歌 绅士们摘下面具 踩车缓缓前行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在广场对面的那一侧 小女孩的母亲发疯似地用胳膊拨开人群 寻找着自己的孩子 嘴里不停地哭喊着 玛丽亚 我的孩子 我把她弄丢了 她被人拐走了 我的孩子一定被踩死了 那个女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终于打出一条道路来 这时 踩车上的绅士一边哄着小女孩 一边巡视着广场 小女孩见不到妈妈 一直哭闹个不停 而且哭得越来越厉害 一声声的哭叫声打乱了绅士的心 让她焦急不安 其他的绅士拿出了橘子和糖果送给小女孩 可小女孩还是不停地哭 显得越来越害怕 请帮帮忙去找找她的母亲 绅士朝人群喊着 请大家都去找找她的母亲吧 人们四下寻找 可是不知道她的母亲在哪 终于 在距罗马街口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女人正向踩车飞跑过来 啊 那个女人已经被挤得不成样子了 她头发乱蓬蓬的 身上有很多划破的痕迹 她发疯似的向踩车扑过来 边哭边伸手去抓那个女孩 踩车停下了 她在这呢 绅士说着 吻了一下女孩 女人一把抢过孩子 紧紧地把女孩搂在胸前 这时 孩子的一只小手还被绅士握着 绅士摘下自己的一枚戒指 放在女孩手上 孩子 这个送给你 绅士说道 将来做你结婚时的嫁妆吧 孩子的母亲惊愕地站在那儿 那个绅士又戴上假面 她和同伴们又开始唱起歌来 踩车又缓缓地前进了 管他要唱起歌来 这件事 今次我不会想唱起歌 都是一个好契门的 这件事 都不应该唱会